就在今天啊广州一个家长跟我们的兄弟联记者发牢骚说 你给孩子选幼儿园除了幼儿园要好还得要注意一个问题 要看看旁边小区有没有住着领导 否则这孩子的幼儿园早操都没法保证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热心兄弟联有时来电话 热心兄弟联有时来电话 我是兄弟联的喜哥 怀疑幼儿园的小朋友呢每天早上八点钟都会准时做操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的 而且幼儿园的设备一切正常 可是没有做操 家长们都很好奇 一打听这个原因呢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听说是一个副区长退休了吧 闲着小孩吵嘛 这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啊 几乎所有早上送小孩的家长们都在说 是某位住在附近的退休领导将了幼儿园的军 幼儿园在这好多年了 八点早操早已经成为惯例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投诉啊 起初大家只是觉得莫名其妙 而后来大家是越想越气愤 你说明白的合不合理啊 你小孩应该就完了做操了 早上一回来 幼儿园真是因为被退休的某位领导投诉 才突然停坐早操的吗 兄弟连找到了一位负责的老师 我搬了那么久了 不可能我的孩子不做操 你不要是问我 反正我现在要等园长回来才可以答复你 这位负责老师说 园长一早就去开会了 不知道开到什么时候 至于为什么没做早操 他就没做任何解释 只是说有人投诉 不过家长们显然对这个回答相当不满 你是什么官职 你是有没有祖孙 有没有小孩 这个幼儿园是伟大家伙的 看到兄弟连记者 原方在大概上午十点左右的时候 把幼儿园里的孩子带到操场坐起了操 为了一探究竟 随后兄弟连来到了幼儿园所属的东山街街道办 我们街道没收到这个投诉 说凌晨或者是一大早六七点钟 那这样咬鸣影响休息 这个还可以说得过去 如果八点钟放广播器学校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这开办了多年的幼儿园 突然停止例行早操 如果真的是因为被退休领导投诉了 那可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 但老实说 我是不太敢相信这个说法 我估计大家和我一样好奇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兄弟连明天 将会继续跟进 大家明天记得一起关注哦